他的体魄毅力果敢去打拼了 很多事呢 趋向于碎片化 很细碎 可能需要呢 你更细致的工作 更多的脑力工作 而不是体力工作 在脑力工作之下呢 细心 事物巨细 都能够观测到位 这样的品质 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 一种很宝贵的品质 而过去我们说 勇敢 或者甚至带点粗犷 不怎么受提倡 这个就好比呢 你像我们打球 你天天总打球的时候 你胳膊这肌肉 很发展 你停了几年 你会发现 那个肌肉往往就没了 一点点就退过去了 所以像这种男子汉特质 在现在的工作环境过程当中 发挥远远没有过去 艰苦条件下 冷兵器时代用的那么多 所以他往后退缩一些 它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分工 让男人们不得不改变着 自己的性格 可是伪娘现象 对邻居文化和年轻人 性格的影响力 却并非来自历史的缓慢演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些男孩比女人还要交融呢 我总结有这么三个层面 你对照一下自己家孩子 谁生的事 以及他同学的事 你看看咱们这部分析 对不对啊 首先在家庭教育上 我有一点感触是特别深的 就是现在在我们家庭教育里 父亲这个角色非常确保 往往的父亲是什么角色呢 父亲是一个在外面打拼 挣钱的角色 回到家把钱一交给自己老婆 你就给孩子花 维持家用 父亲很少现在 直接参与到对孩子教育当中 而我们知道 父亲教育是不能缺乏的 这个不能缺乏体现在方方面 你比方说这小孩 要是爸爸带他 你比方爸爸这孩子抱着 哦宝贝 往上扔 要是母亲带他 一般不敢这么来 你再大一点 要是父亲领着孩子出去玩去 走汤水过去吧 来蹦到墙上 从墙上跳下来 父亲敢于带着孩子冒险 可是母亲呢 生怕孩子摔着干嘛的 冒险的事不敢干 所以作为个男孩来讲 从小如果都跟着母亲 不跟着父亲 他这冒险的气质 勇敢的这种品质 很难培养出来 人啊 你看 你小姑娘在那儿跑过去 你为什么在那儿跑过去呢 啊 来 坐吧 过去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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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啊 吃一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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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小的时候 往往带孩子都是母亲带 甚至父母都没工夫给谁带呢 姥姥 奶奶 也是长辈里的女性 来带孩子 这样的话 孩子身上就难免沾掩一些女性的气息 男孩 他得不到父亲这方面 对他的一种言传神教 而且有很多父亲觉得 带孩子也不是自个事 粗食大业的 我这孩子 我挣了钱给他花就够了 其实他不知道 父亲这种父爱 在一定程度来讲 对于塑造孩子的品格 和脾气秉性 会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做法 You got a dream You got to protect it People can't d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ey want to tell you you can't do it You want something Go get it Period 那么现在尤其严重的 还有一点 离婚的家庭多 离了婚之后呢 往往是母亲带孩子 这母亲一带孩子 问题也出来了 就我刚才说那个 女性化的这种疼爱 孩子一受溺爱 往往养成一种懦弱 不敢上前 不够勇敢这样的性格 那么这种情况 我也曾经给这个 一些朋友提出过看法 就假如说离婚了以后 母亲自己带孩子 你注意 最好让孩子的 舅舅和姨父啊 这类男性角色 来陪孩子玩 等等啊 你看这个桥啊 其实是 其实是的 你看啊 你看 叔叔都可以得上来抱 什么事都没有吗 啊 你看叔叔得上来抱 行 行 行 那好吧 他走过去 你管这些小男子汉用 假如你要请个家教的话 不要请女子家教 你请个男的家教 这个孩子在学校找老师 也尽可能让他跟男老师多解决 这样对于男孩的健全人格形成 是非常有帮助 你甭管他是穷养还是富养 咱们现在说男孩得穷养 女孩得富养 说女孩富养呢 别到他大了以后 什么都没见过 给快干了 也跟着领走了 这咱都不讨论这个事 男孩这个穷养是有道理的 就是打小呢 你得让他受一点挫折 让他值得吃一点亏 是什么概念 在艰苦环境下 怎么能够咬牙挺过去 男子汉吗 可是现在这种教育呢 家里过分溺哀 都跟宝似的都生子旅 舍不得这孩子出一点问题 所以在家庭教育这个层面上 男性化严重确实 你再往大的时候孩子大点到学校 现在这个学校里啊 这方面的教育确实有问题 你看在学校里的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小的时候上学 老师有时候批评女孩 还留几分情面 批评男孩子肆无忌惮 有的时候也动手打两下 那都难免的 哼 把手伸出来 记住 一心不能二义 可是我后来为现在老师发现个问题 现在这老师吧 也不大敢批评男孩 你说一说 他可能就灰 这老师都觉得 哎呦 把孩子给说哭了 就现在这男孩好像比女孩还娇气似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心智成熟啊 同年龄的女孩 比男孩得早那么一两年 你像我们念书的时候 我记得小学和初中 班级里前几名女生多 男生少 后来到高中要高考了 那两年 高二高三了 男生的成绩上了 女生有所下降 那么在小学的中高年级和初中 女孩的学习成绩往往占压倒性优势 那么男孩在跟他们竞争当中处于弱势 所以男孩在学校成了事实上的差生 不听话的老师批评的对象 一个年级要搞个差生班 差生班里90%都是男生 这个男孩子我们知道 如果你长期属于一种被压的环境 他的天性释放不出来 你说他怎么可能产生男子汉那些基本的基因 所以现在在学校里头 你要不听话 老师就下过架 这孩子不听话 怎么得了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这个男孩很可能被教育的越来越女性 而且在现在学校里 还有个特别突出的现象 尤其是小学 你会发现男老师少 女老师跟 这个比例 就是分差非常大 而且男老师往往干什么呢 教音乐体育美术 副当班主任 有的是当学校总务 有的是负责学校治安 而班主任几乎差不多都是女老师 那么这个又出现了 在家庭里头母亲带孩子 到学校又是女老师带着男孩 而且在学校里边呢 还有一些种种奇形怪状的规定 就是怕出事 我有一次到北京一个小学 发现呢 墙上挂那个小医生规则里有这么一条 仅止课间嬉戏打闹 我看完都傻了 我这个孩子小男孩 你说他不打不闹 那叫孩子吗 孩子是最活跃的年龄 结果这一条规定 你看他课间非常素质 而且学校里头呢 把什么危险点的单杆双杆都拿掉了 连吹油都不阻止 怕出事 当然这个不能全外学校 有的孩子要出一点事 家长七大姑八大一都上来了 咱们给我教一下 找点麻烦 所以这些著作元素加在一块 等于压抑了男孩 成为男子汉的种种代表 我听话点 别说别闹 那不作不闹还叫小男孩吗 往往很多一些勇敢呢 果断呢 这些好的性质 恰恰就在打闹当中形成 而且在打闹过程当中 他是很好的挫折教育 男子汉要形成 他一定有许多挫折 不可能你一帆风顺 最后是男子汉 他一定有很多挫折 比方说多参加体育活动 这局球我赢了 下局我输了 输了我怎么分镜改上 两个人打打闹闹 这过程